中秋这也是跟出来人团团的好理事 为了让新住民感受中秋传统这期的风味 以民宿中区书部大队 中华官博物专和中华市工作 在中华市服务行业基盘挂山行围牛 出于团柄情的活动 由新住民朋友借着柜柄 也将借着完成的柜柄回馈社区 让独家的中部和丹青家庭感受到这份 来自新住民所现象的祝福到温暖 各国在中秋这些文化都不一样 青青岳南的中秋这些是理想的节日 国家庭世界都看得到 印尼的花林也很不变 但是不一样的是会掛国家庭 在新住民跟立台湾这些大家庭之后 以民宿中华博物专 特别在中秋这之前 向新住民朋友组集作会 分享各国的文化 而且向青青青做的外面 作为工业关键 让各人了解新住民的爱心回馈 进一步提醒桌上 逐军一间的食材 三星月亮这一个活动 来庆祝一下让他们感觉 有团聚的感受 同时我们这些新住民的姐妹 他们也很感谢我们台湾的一些 NGO团体以及工部门 对他们出来到台湾的生活上的 一个适应的一个大力的协助 那他们现在有办法走出了一个家庭 那他希望也借由今天的这么一个活动 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他们所做的这些月饼 希望能够来分享给我们 彰化式的一些独居老人 让他们也感受到一个团聚的气氛 这次新住民朋友是在 专业宏波老师的担任之后 製作传统的中秋月拼 在完成后分散给中华官的独居中卫 和丹青家庭 感受这份来自世界国地新住民 这些现象的中秋祝福和温乱 新中华新闻白明灵 中华蔡宏波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